那當然在Kramer這裡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還沒有補照片上去 首先看到的是高雄市市長 不是是上路的牛排 5.8的KDA 坦克來說的話 我有問過一些職業選手或者是教練 他們覺得牛排是LMS裡面最敢賣自己的上路 這個就是當然經驗比較多 就是比較不會那麼緊張 不會怕被賣掉這樣 對 就是他很常選茂凱這樣彈型英雄 然後綁進去之後 把自己的血量彈到最極限 然後再離開戰場 而且我覺得他在體系上面來講 也是擔任一個比較犧牲自己的發育的這個位置上 那他做這一點其實做得非常好 對 那當然頂著花媽造型的頭髮 不知道今天會出什麼樣的角色呢 接著下來看一下下一位 打野的Karsa 也算是在台港澳地區裡面 排名很前面的打野玩家 除了現在WINS退休了之後 其實LMS 老三跟Karsa 可能我覺得都算是一線的打野玩家 沒錯 而且據說他的中打 這個170的速度 非常的快 就是ABM撐起來我覺得 就操作上自然也會好 我覺得手速這種東西 不管是在任何事情上面都是非常得力的 那就要看看 今天Karsa能不能發揮自己的手速 玩一些不一樣的角色 看完了打野的Karsa之後 來到中路的Maple 以LMS來說的話 這... 喔唷 剛剛是一個愛心嗎 等一下 他以前有做過這樣的動作嗎 沒有 可是感覺上他今天很輕鬆 就是沒有什麼壓力的感覺 我要來看一下觀眾席今天有誰 應該是沒有什麼值得比愛心的人 但是Maple算是在LMS第一個拿出艾克的玩家 所以在閃電腦的BP上面可能會圍繞著艾克做一個混淆味的選擇 喔確實這是可以一個大的點 我覺得今天我也是很期待Maple跟Braple兩個位刺客玩家的這個解放 對 那中路的Maple 我們也是看完了之後 下一位AD選手 哇 是新加入的Kramer 他感覺 感覺 怎麼感覺呆呆的 他...他好像就是他後面的人應該說 喔你要看螢幕了 他說要看哪一個 不是他說他在看哪一個 他在看哪一個 喔現在才意識回來了 那Kramer的登場 他最喜歡的角色是依著瑞爾跟幾音可思 喔這兩隻 相性還不太一樣 哇他終於找到正確的鏡頭了 這感覺是跟你有天然呆萌屬性相同 最近找來的是韓國選手其實都是屬於高帥型的 真的是蠻會挑的 而且加入了Kramer之後 你知道那個長相的指數又往上飆了一截 Kramer不知道又會吸引多少女粉 那Casa也是很帥嘛對不對 對 Maple也是很帥 LMS大家都很帥 對大家都很帥 那今天Kramer到底會拿什麼樣的英雄來震驚全場呢 我們也是非常期待 看完了Kramer之後來到了蛇蛇 SoulArt 當然現在NL是做休息嘛 那今天輪替的上班的是Kramer 在配合上 現在是流行大家都比一個愛心是不是啊 沒關係 就是在AD的輪替上面的話 不知道在搭配上會不會有一個 不協調的感覺 不協調的感覺 這有可能喔 畢竟是要磨合 不過我相信他們兩個應該在韓服上面是有彼此練過的啦 今天感覺閃電狼氣氛非常的緩和很輕鬆啊 他打第八名啊 哈哈哈 不是因為 真的在這個畫面是很少在閃電狼的對戰室裡面 對 在賽前就有看到這麼輕鬆的畫面喔 閃電狼通常其實是一隻比較僵的隊伍 感覺是不一定是木娜 但是是比較嚴肅的 對那當然啦 今天站在後方的是叉燒分析室 那另外一位是你有看過的 呃不知道欸 不曉得是不是翻譯還是 喔對齁有 對齁是翻譯齁 我都完全忘了Kramer是韓國人這件事情 應該是需要一點翻譯才有辦法溝通 哇那今天這個韓國翻譯也是跟叉燒一起帶來對戰室裡面 準備要進行接下來的BP 看完了閃電狼以上五位今天晚上登版的選手之後 馬上要把畫面帶來Logitech G-Sniper 以上的五名成員 這個今天出戰的五名成員裡面 有很多都是Man-AD的 首先原本就是Man-AD的Latt 現在轉來上路之後 大家都會覺得 剛剛Kliment也有提到 在信心上面可能要去接收一些課程 可能你是一個完美的個體啊 你的TP要用得很好啊 那Latt其實拿到Nar之後 其實可以發揮出非常不錯的對線能力 但其他英雄確實是有待考量 其實Sniper上一周打的真的 我覺得是有顯著的進步 但是在TP這個點回的上的時候 還是讓他們送出了蠻多的優勢 那我在後台聽到其實是隊伍溝通上面的問題 不一定是Latt自己在判斷上面的關係 對那原本是Man-AD的Latt 現在來到了上路之後 今天晚上能不能發揮自己的風采呢 對上牛排我們也是非常期待 接著下來來到了打野位子 喔 所以RD來打野 那AD就是新人囉 RD來到了打野位 確實在這個表現上面算是相當不錯 即便是上次拿出理心 打的戰績不是特別的好 但是拿九筒或雷克薩其實還是挺糟的 看得出來他的操作 不管到哪一個位置 對他都一定是有幫助的 對 對老大哥RD在Sniper裡面從AD位換來打野之後 想要來扛起前期風向的責任 我們也是非常期待 今天的表現 看完了RD來到了中路 唉唷 欸啊你不是打AD嗎 喔那 換下了Breaker 所以今天是Hohadog打中路塔 他現在改名叫K 所以是K打中路 好那Breaker去哪了呢 喔Breaker就不上了嗎 可能今天也是輪替 因為都有在選手名單裡面 所以可能今天是讓K來做中路的單線的選手 之前K在LMS裡面也是有選用阿里這樣的技術 而且也是表現相當亮眼 對 之前他上一系的時候確實是玩中路的 好那看完了中路的K 原本是打JunkAD的位置之後 來看看下一位 哇 是新登版的AD選手 也是我們剛剛講到的 微風Breeze 在業域裡面算是非常有名的一位玩家 還有在不管是操作或者是反應上面 都是一等一的AD選手 那就來看一下今天初登版的表現囉 聽說也是台服的精英玩家 算是天梯排行榜上面算是賀賀勇的人物 喔 厲害厲害 對 不知道今天對上了閃電狼 也是韓國ADKramer的初登版 到底能不能愛惜生命來守住這場遊戲呢 我們也是非常期待微風的表現 那看完了微風 最後一個則是下巴將軍以色拉 面對了新的AD 配合上面跟RD雖然說合作了一段時間 但是在經過現在的換陣之後 他必須去適應更多的不同AD的玩法 我覺得Sniper在這裡做了一個蠻大的賭注 因為他們目前沒有取得到太好的成果 所以想要利用換將的方式來找尋一種默契 但是現在已經到了第二輪 坦白說他們換將這個時間有點晚了 他們最好是能在這兩週就確定一下 自己到底要用什麼樣的班底 去爭取一個季後賽的門票 對 不然其實選手平凡的換位 也會不太清楚自己該往哪一個方向去進行 看到後方的則是站著他們的分析師 也就是右 之前也是擔任打野的位置 今天不是站NAZ 說不定以後 我們就說不定 大家換來換去以後就看到什麼 Logitech G Sniper NAZ 然後站在台上打這樣 OK OK 這就是一個教練也下來玩的這個概念 那今天晚上的比賽 第二個BOL賽正式開始 首先藍方的是閃電狼 紅方的是Logitech G Sniper 畫面上的是 這是我們的製作人 對 跟我一樣我是廢物賽評 他是廢物製作 你是這樣講啦 我覺得可能我們這樣講完 明天就不用來 那左邊的話就是 赫赫有名的戰敗女神 好那我們回到比賽 藍方是閃電狼 紅方是Logitech G Sniper 在BAN腳上面的話 是執行比較久一點 最後是封鎖掉的LAT的NAR 這個也是 完全是意料中之內的BAN腳 那這邊的話 封鎖雷汁應該是不想讓MAPLE拿到 對 Stake這裡 聽說也是有練的意思 所以也是可以做錯位 那閃電狼執行封鎖的話 不知道要怎麼樣來繼續進行下去 對 因為對面換上的新選手 真的有一點多 都是新面孔 而且位置換來換去的 你也無從封鎖起 可能就是以戰術的考量下去封鎖 最後是 禁用掉了以色拉的納蒂魯斯 在Big Play裡面 以色拉的納蒂魯斯 也是有一個鏡頭 是閃現過來敲一個前行雙擊 沒錯 我覺得Tommy這邊提到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當你不知道對手有什麼樣的角色詞的時候 你就是該BAN掉 會對你的陣容造成壓力的一些角色 那在這裡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是已經選擇把兩隻強開的陣容都給拿掉 雷汁跟阿齊爾都是 嚴格來說都是往MAPLE身上放過去 在Sniper的BAN腳上面很明顯就是想針對MAPLE做一些壓制 沒有錯 就是MAPLE也是在國外的眼中 大概是台灣台港澳區最強的一位選手 那這裡也是對他很多的尊敬 三隻BAN應該都會放在他身上 今天的閃現王BAN腳都執行的比較慢一點 最後是封鎖掉了AD 微封的克里斯達 克里斯達也是我們連賽當中 BAN機率最高的一隻AD 那等於是 等於就是在單線 直接把他們最拿手的角色全部都封鎖掉 是一個偏向BAN掉MAN腳的一個方式 沒有錯 那Logitech Sniper到底要拿出什麼樣的陣容 是我比較好奇的 目前而言的話 他們陣容感還不是特別的鮮明 那閃電王這裡的話 拿出一隻艾克 其實有三個位置都可以玩 非常大的壓力 Stake的上路艾克 Carsa的打野艾克 或者是MAPLE的中路艾克 都有可能拿來使用 所以這個錯位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你先選了一隻現在流行的打野 然後也可以再多看對方兩個角色 對 那當然Sniper因為是紙邊 所以他們最終還是有辦法看到 這個艾克會去走哪一個位置 那閃電王如果再選一個錯位的話 比如說上路球桶這種角色 就是他可能走的位置也非常非常的多 這種會造成你藍邊 也是可以繼續選錯位的一種方式 那當然Logitech Sniper 這裡是要 應該是會搶下這個古拉格斯 跟色雷系伊斯特萊斯玩得很好的一隻英雄 對 剛剛有講到的上路 古拉格斯其實在升降賽的時候 NGU我拿出來使用過 那個時候是Maple Snow所拿出來玩的 但現在來說的話 其實都已經很少看到 上路古拉格斯的登場了 最近韓國也有在出這隻角色 我覺得要打可能像一隻星秀 比如說聖的話 其實還蠻容易發揮的 那Sniper這裡是選擇讓 喔 最後色雷系是換成了帽砍 想讓Logitech先拿到他 能夠比較擅長的一個 上路單線的英雄 那兩個坦克已經先拿出來了 現在選擇權回到了閃電狼手中 這邊閃電狼我覺得他們 我之前賽程預想的話 他們有可能拿這種耐德力的陣容 然後就是 三線靠著這種單兵的操作 去硬跟你打打對線的這種陣容 但如果說要拿雷克薩的話 很擺明的Stake 這個 艾克爾就是拿給Maple來做使用 對 上路其實也不是不可能 因為畢竟上路的艾克爾 也是走向一個坦型的艾克爾 也不算是Stake不能駕馭的角色 對 如果再坦一點的話 玩個聖也不錯 對 聖這種支援流現在也是很強的 你如果可以 平凡的跟對方發生碰撞的話 就算對方帶著傳送 你還是可以打出一些東西來 對 說二 這裡的摩甘納 其實大家都還在 對上Solar的時候 還蠻常封鎖他的摩甘納 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跟Ole一樣 他的Q的暗影進度 是丟得非常的準確 沒錯 他這種是 你如果是打一個搶開的話 碰到摩甘納是 很難把這個會戰給開起來的 嗚 為了避免掉對方的進場 在Sniper這裡的輔助 要選擇用 珍娜嗎 因為以珍娜的寶牌性質來說 確實不錯 但是要非常小心自己的位置 不能讓任何CCG加在自己身上 我最想看到的這場 其實是一個中路刺客的對決 因為目前而言 Maple還沒有太多人 敢直接拿刺客跟他來一個硬碰硬 對 直接拼槍 跟Maple要拼槍就很像 菲薇可跟這個中路的對決一樣 至少這比賽是絕對會好看 有一些單兵的操作 對 但KE的阿里 在之前的比賽裡面 完全體現出他的技術跟價值 所以在現在這個局面 拿出阿里來說的話 其實也是很不錯的 喔 有有換 對 這邊還是走一個 選角比較平常的路線 當然是把中路留在最後一個位置 是比較好的 Logic Sniper這裡其實選出一個 非常強勢的POKE 跟拉達的陣容 那我現在看到陣型的話 還是有法洛斯跟傑西這兩隻英雄 他可以拿來做中路考量 哇 最後Kramer直接秒死我犯 上路Stick是拿Evrylia 兩個都是最快的速度鎖下去 那就等於是中路Echo 然後上路的Evrylia 中路的 對 對 這邊是中路的Echo 對 輔助的摩甘娜 哇 那 你說不定會有 對 上路Echo 中路的Evrylia 這 欸 也是有可能 你如果在韓國的話 你這個要分很難 那時候 SKT的摩甘娜 其實是一個走上路的體系 對 都可以做錯誤的選擇 說不定也對不對 輔助Evrylia 這中國有在玩 但是成效通常不太好 因為他長不起來 中路摩甘娜 上路艾克 然後輔助Evrylia 嘿嘿嘿 聽起來厲害 是 是蠻厲害的 不過 以 以 以常理來講 應該還是艾克 中 應該還是艾克 然後摩甘娜的輔助 然後摩甘娜的輔助 所以 哇哇哇哇哇哇 唉唷 這個 這個精彩喔 所以是中路 中路雷文 來對上艾克 完全是一隻技術層面的角色 雷文在 LMS的夏季賽 第一次的登場 就是擺在中路 而且是 跟艾克的一致火拼喔 兩個都是 那個局那個舵 對 這比賽非常的好看喔 這這邊 我叉招應該也是想說 為什麼對面會有 雷文這角色 他會玩嗎 其實雷文在 打中路的時候是很強 但是他需要確保他自己是 有一定的進攻心 而且他前期 如果被Carsa蹲到的話 這角色很容易廢掉 就等於說 這場比賽 注定是要有一個 中路二打二的火拼 上路雷文 其實在國外很常看到 但是 中路的雷文 在LMS 確實是 不常見的一個選擇 尤其是剛剛 Clam有講到的 中路就是會 積極的打架的情況下面 選雷文 選九筒 這樣子前期碰撞 就很強硬的英雄 我覺得這場應該就是 Sniper是放了大招 中路雷文是一個 很大的賭注 你把他擺在中路的位置上 他沒有清兵 所以當對方做成集結的時候 很快的可以把你的塔拔掉 另外一個點就是說 他如果發育不好的話 你會完全感覺不到 這隻角色的存在 所以RD跟K 這邊勢必是要對Maple 做打一波 那Maple從他的角度而言的話 他上六的時候 少一個大決 要跟雷文來做火拼的話 其實困難度 是有一點高 所以最有可能是我覺得 Karsha跟Maple 可能在前五等的時候 就會想要來抓掉K 我記得沒錯的話 雷文是不是有一個 暴風斬的改動 就是他大決的飛行速度變慢 搖的沒有那麼快了這樣子 沒有辦法像以前就是 搖的這麼絢麗 對 所以現在的 QAQAQ接大決 然後E上去 這樣的一 combo 能不能在K手中發揮出來 其實也很考驗 K自己本身單機的能力 對 我覺得相信這種選手 如果選雷文的話 通常都是很有自信 因為一般雷文玩家就是 就是這樣子 對 但是對上Maple的時候 他的大決 經過這個改動 他有沒有辦法砍在他身上 這是個很大的問號 WELCOME TO SUMMONERS RING 哇 那麼今天晚上 第二個BO2的第一場比賽 紅方是Sniper 藍方是閃電狼 雷文的初登板 到底會給LMS的艾克 什麼樣的衝擊呢 這裡閃電狼的陣容 假設他不是 聯賽現在目前第二名的話 其實是有一點陡的 因為他需要發育的線路 非常非常的多 包括E-Ray這個點 你也是需要他在現場打出一點東西 要不然他是沒有冒開來的強勢 那FAN的話 前期很容易被打得有點歪頭 所以你也需要確保他的發展是良好 可以讓你踏到他的Power Spike裡面 所以閃電狼這邊其實 如果他有一條線被打崩的話 他要再回到這個比賽的困難度是有的 對 飛機在前期的壓線能力是很強的一隻AD Carry 那FAN相對來說 就要看看有沒有想要來做轉線 這場非常的靠Karsa在線路上打出東西 要不然正常對線的話 我覺得拖到後期Sniper其實是有優勢的 當然現在的情況下面小兵已經重生了 Stake在家裡面 是補出了多補了一瓶藍水 這個也算是算好時間之後進行的第一個 額外的Bonus的水平 對 那這裡我們看到兩邊的雙人線 都是採取一個先吃一攤 然後這樣子去做線上碰撞的打法 等一下下路線會很精彩 如果說要搶2的話 飛機這裡的傷害是非常高的 RD是選擇往地圖下半部來先做發育 在閃電狼這裡是先撤一隻小隻的石像怪 那這裡抱歉 其實是RD這裡後來有去把這個9G給收掉 所以這邊的話應該是閃電狼取了一點經驗的優勢而已 中路是兩個拿刀的人在中路對砍 就要看看有沒有辦法K利用雷文這個非常高的物理傷害 給予對面艾克一個很強大的攻擊 對哇這個打出三下直接拉走Maple這邊操作也是蠻漂亮的 沒有讓K的一等打出東西來 Maple先上了兩等 但是沒有貿然的往前砍過去哦 對 K剛剛一等點的是衝刺的護盾 那等於是就是為了對線所以給予這個額外的這個護盾 下路的情況下邊的剛剛Kramer是痛點了以色拉一頓之後 以色拉回升的颶風無效 稍微控制住對方的位置 兩邊打起來的話看像是平局 雖然閃電狼這裡有多拿一點經驗值 但是酷起本身前級的推線能力就非常的好哦 所以他沒有辦法搶到 哇那目前的線路在推送的情況下面Kramer 沒有意外就可以完成接受到這一波的兵線跟經驗值 對於范來說的話這是再好不過的節奏 對 那我們看到Stake在上路這邊也是很有警覺哦 馬上去河道下了一個岩不想要讓自己被RD直接抓掉 目前RD在河道是被這根岩給看到了位置哦 那 YreliaStake這裡應該就會調整一下自己的站位 不想讓對方在前期就有太好的進攻節奏 Karsan在這個時間點拿完了BUFF之後 往地圖的下半步靠了 對反過來 哦中路的對打 是Maple剛剛利用自己的技能組招呼了KE一頓 KE來到了一半的HP RD在側面已經來支援了 這邊是成功都中掉了一些小兵量哦 那對線的時候其實遇上艾克 他Q丟出來最可怕的不是前面被打到 而是後面被回刷了 後面被回刷的時候那個AP系數是0.6 但是他前面丟的時候其實只有0.1哦 剛剛艾克不斷利用自己的 死亡樞紐對K做騷擾 其實挺煩人的哦 刷回來又會再疊加一層這個第三層的被動效果 哦 Karsan來到了地圖的下半步 最著名的雷克薩斯蹲法 目前利用地道過來閃敗以色拉 Breeze是直接交了女武神特攻 往右邊拉開一個錯位香蕉 但只是以色拉似乎是有點危險了 Maple進場有倒兵嗎 Maple進場 向位轉移上去 再加一轉回刷 直接拿下了這個first blood 以色拉命上皇權 四個人的夾擠拿下這個手殺 這就是閃亮這個隊伍厲害的地方 他非常會利用上路的眼位所給的資訊在地圖上搭配 剛剛已經看到RD在上路 所以Karsan很明顯的知道他可以打一個很狂的gank 直接從塔的後方過來 RD的位置被Stake看到了 我剛剛也是交了很多招式 Stake看了RD交完招式 夾乃的Karsan一起過來 冰出了RD的閃現 這個毒蛙也沒辦法吃到 哦 對 這裡Karsan的話覺得可能追不太到RD 所以是選擇直接回頭把這個毒蛙給收掉 那我覺得RD這裡出了一些問題 就是說他的操作或許有到 可是他在地圖上的這個視野的敏感度 可能還沒有到直接janko這個水準 經驗的問題還是挺嚴重的 就是可能熟悉度跟意識上面沒有像Karsan這樣來得老到 目前在這個 眼亮的情況下面的話 中路的艾克以及Morgana回家都是買了一份 跟一眼一起來回到線上 把自己的視野給建立起來 對 那這也是閃電狼 可能他想要這場打的打法 就是說控制一下中下的視野 然後繼續對下路做一些gank 把Kramer這個點給揚起來 讓他carry一場看看出燈板 對 出燈板 這個刷刷屏也是很合理的事情 那現在下路剛剛是飛機這裡打的比較兇一點 但是人頭剛剛是送出去了 所以在線路上面又可以看到 是Kramer跟Solar兩個人把兵線往回推送 而且想要來嘗試壓制著對方的刷線 我們看到K現在應該是在刷這個飾鳥 然後把自己的CS再往上衝一點 那我覺得對雷文這樣子的角色來講 其實是必要的 Monty在轉播中曾經說過 你如果是一隻雷文 你30分鐘前 你至少要多拿到幾顆頭 他講的好像是20分鐘 你至少要拿到三顆頭 你這場比賽才會有存在感 那之前Faker拿雷文中路的那個時代呢 最常打的就是對面的一個酒桶 他可能一等的時候 直接點Q就可以上去剁你媽咪剁歪 然後這樣子的話就可以從中路滾起選球來 但是以現在中路控場 這麼多的選擇的時候 其實雷文這隻角色就很少在中路看到 對 兩邊的中路都已經上到了六等 有暴風斬的大絕 但Maple其實在這個大絕的這個技術開始來說 有一個回復能力 剛剛想往前運一下 但是Fail了 Maple直接看這個狀況 直接往前想強打 時空籃節跳上來 哇 配一個Q3加閃現 Maple也是腳閃逃開了這一次的進攻 哇 這兩邊的操作都非常的細微 首先是Maple先黏到了自己的Q 知道可以上前 然後最後看到可以要跳 但是Maple利用大絕開起來 但是Maple利用大絕開起來 再加點燃後面卡卡 即時趕到 把K給收了下來 這一邊是兩個中路選手的腳火 不過RD來太晚了 對 哇 這場果然是有秀到 我們最想要看的就是中路這個刺客的對決 雖然今天breaker沒有上 但是K還是有讓我們來秀一下 他剛剛很可惜整個在打的途中 其實只是少了一個Q3 他應該就會贏 對 那艾克的大絕回復的血量 其實也挺關鍵的 我們來看一下replay 這裡 艾克的血量只剩一半左右 K利用了Q1的Q2的正飛 加打絕 這邊Maple非常關鍵 回復了自己的血量 再加一段的位移 額外的傷害打下去 直接夾帶著Karsa把他給殺了 對 等於他的大血補血的層面 跟傷害的層面 都有完全的打出來 所以這邊K沒辦法承受倒下了 哇 那等於前面 一開始所講的雷溫 需要前期滾 多滾幾顆頭 的這個前提就不復存在了 是讓艾克拿到這顆人頭 回家也是買錯了這個探索者的護腕 我現在開始看得懂 閃電郎這個陣容 他們的想法就是讓Karsa打出一點優勢來 哇 這我們先看一下LET 是被逼出的線上 然後再選一個追擊非常強烈的陣容 好 下路的以色拉中了愛影禁骨 之後Kramer身上套著虛弱 虛弱也嚇了 就是要來收這個以色拉 Kramer一段三段的贏劍打出來 但是沒有辦法收下這顆人頭 Breeze不斷的利用自己的普攻 消耗著閃電郎雙人線的血量 哇 這裡瑟瑟跟Kramer看到Breeze 其實已經沒有摸了 所以打得非常的狂 雖然承受了很多下這個以色 這個Breeze的普攻 但是沒關係 RD也是摸來了下半部 想來蹲蹲看 但是這根眼睛嚇得還不錯 有看到RD進入對方的草叢 你有看到三個人 那你有看到四個人嗎 K也來了 想用Q技能來過牆嗎 沒有 他是直接選擇繞草叢 不過草叢裡面有一根紅眼 哇 這個也是閃電郎下路線打得很細心的地方 他們有在陷入推進敵方的塔的時候 在草叢裡面下沿 所以RD的舉動是完全被發現了 我們看到RD這邊刺兵數其實已經落後一大減 等級數也被壓了一等 對 不想要讓對方有這個機會來做多打掃的局面 下路雖然像半清晰來說 並不是特別的強勢 所以避免掉這樣一個多殺掃的局面來說 對於閃電郎是一個比較穩定的開除 這裡閃電郎如果打出一點優勢哇 他們陣容本身的追擊性質非常的好 等於是你打一個團戰沒有定出高下 你就會被他們追的就直接收光 上路的兩個人的交火 剛剛Stake是開啟了卓越巨劍 把自己血量稍微回回來 那冒凱其實這一場來說的話 還行沒有被Stake給壓制太多 對 這線上小數一點兵我覺得是合理的事情 畢竟對方Jungle也有來住過的情況 這樣對Ladder的人表現是平穩的 對 現在Maple的情況其實是挺不錯的 但K這裡也是不斷地往野區做發育 等於是他可以接收到小兵的經驗值小兵的金錢 又可以往回 這裡W會 W的時光藍節沒有命中差了一點點 對 那這裡不曉得有沒有看到RD 是已經拼到RD的位置 RD是趕快要逃走 因為他發現後面還有一個Stake在跟他 范這邊有一個很有趣的裝備 是他很早就買了一個看模斗篷 喔 這個非常有趣喔 其實我們很少會看到這樣子的裝備 哇 這個閃度加大絕沒有撞到 沒有撞到Maple 這個是比較可惜的 對 但是Maple這裡其實也沒有交閃鍵 是用1就直接拉開 那這個 靠魔斗篷 如果說一般玩家來說的話 500塊還是一定會去買這個 短鍵來增加自己攻速 這裡的想法應該是要去買一個吸魔鍵喔 畢竟雷文這隻角色其實還蠻Counter反的AD位的 那他的大絕如果轉到你身上 哇 那個傷害非常痛 所以你可以 應該是考慮往吸魔鍵這個方向去走 至少擋一下雷文的大 喔 以現在來說的話 Kramer把線路控在這邊 Breeze利用火箭轟炸 想把線路往前擠進去 再reset這條兵線 讓RD有更多可以進攻的空間喔 喔 現在Breeze的傷害量還算不錯 剛剛稍微普攻了一下Kramer 然後利用格林金光槍掃一下Kramer就掃了大概兩到三格血 對 目前這個範要在線上換的話 一定要等Kramer這邊Q角出去之後 他才有辦法滾上去換 要不然怎麼換應該都是會蠻慘的 中路Maple已經完全對線無壓力啦 因為剛剛這一顆人頭的補強 對於Maple來說還不錯 K這裡的這個裝備來說的話 是先以九頭蛇為第一個出裝的 這個海神斧為第一個裝備的選擇 這裡就很考驗兩隊在中路附近的視野掌握 因為這兩邊現在都已經開始不太正面碰撞去對線了 他們兩個的喜兵能力其實都很強 所以會製造出很多遊走的機會 就看一下是哪一邊會取得先機啊 艾克也是丟一個時光樞紐出去之後就直接跑掉了 所以小龍是被Karsa給單帶掉了 艾克在河道處遇到RD 那兩個人在爭取這條河蟹 哇RD這場其實在視野的敏感度上面真的是蠻虧的 我們看到他已經走過了一根封眼 自己的位置暴露的情況下 那Karsa當然就是很輕易的可以來拿這條龍啊 是單吃掉了 對剛剛河道兩個人在跟河蟹追逐信息 然後是Fake拿下來這一隻河蟹 但此時RD不甘心 我直接入侵的野區 但發現野區是空的 哇這個Karsa真的是完全智商壓制喔 而且我覺得這裡他出了一件很有趣的裝備 他出的鞋子是Ionia之鞋子 是先出的減CD 而不是往一個坦的方向去出 哇結果在出對方野區的瞬間 遇到了Stake的伊瑞莉亞被痛打了一頓 增傷效果打下去RD殘血逃脫 哇這樣子的話等於是RD這裡又失去了一波發育的機會 很有可能會被逼得要早一點回家去 他現在的CS5其實已經輸非常樣的多了 微風的庫吉在下路對線的情況打得很兇喔 可以看到他常常是站在兵線的對前方 不斷的利用火箭跟普攻來帶對方的血量 可以看到卡薩的位置被稍微頂了一下 可以要來表演了 波龍斬加Q3而外的一下 而普攻 躲掉了雷克薩的性命 對 這裡雷克薩其實攪閃的時機算是有一點慢喔 他剛剛沒有攪閃啊 對對對 這個雷克薩他 等於是 如果可以攪閃過 應該要早一點把這個閃線給攪掉 至少逼迫雷紋把閃線也一起丟掉 因為中路的閃線要比他Jungle的閃線來的重要很多 哇那可以沒辦法殺掉艾克 那我就殺你的打野 其實如果說抓到對方Jungle的走向的話 以雷紋單點的爆發能力來說 還是足以去殺掉對方的就是任何一個隊員 對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K雖然剛開始是有被Maple給擊殺 對 但是 因為兩邊的Jungle頻繁的跑到中路來 所以Maple這邊的等級還是輸一點喔 K已經來到11等了 有的兩等打決 那就要看看等一下會怎麼樣去過進攻 但是要打二打二囉 是一個對方藍區的入侵 但是只是排掉這個視野而已 讓Maple可以穩定的把這個藍Muffet收入口袋當中 這邊打起來的話對閃電狼不一定有利喔 因為Maple這裡等差還是存在 那K等於是 剛剛有講到K可以收中路的兵線 也可以來收野怪 Saur在下路河道的蹲點 看到了Breeze從家裡面走出來喔 K這個田位其實還是蠻怕Stake這邊的發育喔 Stake這邊只要長起來的話 秒定雷文 然後很有可能一套就直接被收走 我們看不太到太多存活的機會喔 這也是為什麼雷文中路一直不是一個 非常 額 popular的選項 RD又來了中路 Sniper來說會打得比較好 就比較容易一些 只是K的農兵量已經算是相當穩定的成長當中 Maple也是緊追在後 Maple在這個時間點拿出驚人 算是可以抗衡雷文的爆發傷害 當然那 那為雷文這個點他可以直接刷野怪 喔抓到Breeze Breeze中了一個暗影禁錄 中摩根納千大絕 身上套著虛弱 不過 伊斯拉即時的復出颶風 是直接把會戰的陣型給拉開了 旁邊KASA也進場 喔 Breeze要跟Breeze來秀了 不過最後還是 兩邊的TP進場來救假 Late先進來 不過Stake也是後續趕到Late 開始反射漩渦之後 又中了一個暗影禁錄 血量肯定 不過K已經趕到 兩邊都在做追擊開了 榮耀頭盔之後 KQ閃 後來直接把KASA正面 KASA閃現交了出來 一個爆發彩揮下去 對方的血量都已經壓到一半以下了 不過側邊 兩邊的隊員都已經要趕到 K被定住 Stake上前一個平衡打擊 最後KASA女王之路轉死他 Maple要來了 Late開起來 W綁住了Maple這血量 Maple有沒有辦法維持住 這一身的一半軸 Breeze還在最後 進攻陰了增傷下去 179 Maple血量最後一點點 等等等 QW健的有沒有辦法命中 哇 被回推 想用肚子衝過去 不過被犯Kramer 一個巨型爐劍往回推送 哇 這一波 兩邊雖然說只 各送掉了一個人 但是中間的交火是非常精彩的 對 這裡打得非常的好看 我覺得有點可惜 是Stake剛才感覺像是 魔量不太夠 所以大絕沒有交出來 要不然這一波的話 應該會更往閃電狼的方向 偏一點 剛開始的話 蛇蛇是直接走上去丟Q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邊回放 Breeze先中了一個暗影進步 導致閃亮的間諜星系 想往前先帶掉Breeze 這個復出巨風吹得還不錯 以色拉已經是被打到殘血了 後方Breeze是看到了 Kramer血量快要打低的情況下面 選擇往前硬打兩邊TP進場 Kramer交了自己的治癒 拉開距離 不斷對方的前排LAT做輸出 哇 這裡LAT進場的時機不錯 因為他知道對方沒有辦法收掉 而且自己的隊員可以也快感到 謝謝他快手上 真的很痛 這個暴風斬揮下去之後 對方都已經是殘血的情況 但是Maple要來了 K先中了暗影進步之後 Stake後續的傷害服務 女王之路帶走 Maple後面的時光 哇 很可惜沒有綁到東西 RD的大絕帶走了Stake 這裡RD感覺不需要往圍走的 應該是可以設法去把Maple給卡掉的 我覺得以他的血量 Kramer應該不會對他造成太多壓力 RD的肚子最後是被Kramer的巨型弩劍帶走 其實這個操作很帥 對 真的是反應時間要夠快 我覺得RD剛剛那一波好像也是可以繼續打 不應該丟酒桶就直接拉掉 那對於剛剛這波團戰是交了很多的技能 但是只兩邊各換一顆人頭 小龍戰五秒鐘後就要重生了 Stake已經先行趕到了中路的部分 Lap也趕來了 因為兩邊TP在上一波的礁石中已經先行耗掉了 對 那這裡的話 就是閃電腦來試試看有沒有辦法強 抓一波中路魔塔 那現在 哇 這場真的遊戲 節奏好緊繃喔 馬上又要打一個五打五龍戰了嘛 喔 觀眾最喜歡看這種 我也最喜歡看這種 因為泛在這個時間點 喔 他出的是水型血欸 好潮喔 真的是個 蠻有趣的出裝概念喔 應該是為了要 減少一下這邊雷文跟 冒凱兩個定 喔 這個真的是挺潮的出法 Kramer都在草莊裡面 直接往Breeze身上招呼過去 Sort的愛影經過還沒有丟 哇 丟到 但是Breeze已經回到了塔下的安全範圍喔 在這個時間點把對方的AD打殘 其實對赤龍來說是一個很好的局面 對 這裡我覺得 Greeze有點不應該喔 畢竟這裡是一隻酷騎 要探草叢是很容易的 但沒有去做這個舉動 這樣馬上會讓隊伍掉落 對 那小龍又是掉落在閃電王的手中 在前面是讓閃電王打出了一個不錯的領先 大概是兩千塊錢左右 喔 這種就是非常高碰撞的比賽喔 因為我最喜歡看喔 有時候就是 有些比賽雖然戰術層面是非常好看的 但是他步調就是很滿 對 就比較強 那這種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殺 借我教你 因為現在你知道暑假開始 大家同學們喜歡看打架 大家不喜歡看怎麼換來換去 是同僚 那這個就是打架陣 我們兩邊都是選擇一個很直接碰撞的陣型 閃電王三人的中路集結 直接帶走對方的中路外塔 這裡就是我說雷文在衝入一個很大的問題 他本身的血量很低 然後清兵能力也全部都是近戰 當對方是帶著兩個有辦法瞬間CC你的角色的話 你根本不敢上去清兵 中塔就直接這樣拱手讓人 那等於是現在的整個 因為中塔線路的關係 在左右旁的視野都被閃電王給綁起來了 你看在地圖的中路偏對方藍區這個位置 一共是五隻閃電王的眼睛 哇這個感覺等一下Breeze 應該就是會被後方的Karsar跟Maple來一個 對 那還是我覺得 呃剛剛Kleiman你在賽前就有講到說 Sniper這裡的話必須仰賴著K的發揮 但是感覺上酷騎在這一場 並沒有限制出犯太多地方 確實啦 當然他是這邊有一點小幅的領先 但是在剛擊波交手之後 是不是讓Kramer這邊完全給拉回來啊 對而且經驗級上面的話 其實Kramer這裡也是領先一等的 對那Kramer這邊我覺得他出裝真的很有趣喔 這個水銀鞋是 感覺有點Gangia的味道 哇四個人 側動了四個人 要來殺下路的雙人線 這也太兇殘了吧 Breeze選擇在最前方 稍微引誘一下 開了格林機關槍 這邊感覺可以上喔 五個人都到了 五個人都到了 開了熔阿頭盔想來強打Kramer上套了黑隊之後 Sniper選擇往回 直接帶一個下塔 哇 知道沒機會了那就直接拉掉 但是成功的也是 P到了一座塔 這邊對Sniper而言 雖然是有塔的經濟 但是事實上 這地圖又打得更開 然後這樣艾克這個點 是拿了不少經濟喔 給予Stake一個可以推兵跟推塔時間 但是LAT是沒有 不行 我不給你推這個上路外塔 哇 差太人在 馬王聯王 現在這個TP的優勢 就轉而往閃電王這個方向 看一下閃電王有沒有要在下路打出一點play來 艾克這裡的裝備也已經補起來了 一開始是有一個驚人是比較慘的局面 但是現在連黑魔晶出一個20%CD也拿到手了 這個即使開始的大決就可以 有一個有效的減免喔 這裡是要友情勸說LAT不要搜塔了 這個把MU的史光攔截丟下去 看一下草莊裡面沒有人 對 剛剛已經是看到小樹精了 所以彼此都知道對面要來了 那Logic Sniper這邊是選擇直接把他打給翻掉 要來秀了 兩個壞人想來抓Cramer 兩個閃線 直接搶打Cramer Cramer挑出自己的大決跟治癒 哇 交通又空 可以直接往前上去上了一個點燃 再加一下普攻帶走了Cramer的生命 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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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 所以這個是給Cramer一個就是見面你 誒 歡迎來台灣這樣 Welcome to Taiwan 中路又要來打一波了 時空攔截沒有命中 不過Breeze利用女武神特攻過牆 哇 卡莎利用旋空氣已經趕來 直接把Breeze頂起來旁邊 RD有沒有辦法來整理自己的隊友 這個巨方無曉 直接把兩個人隔牆吹開 Breeze現在的輸出位置還不錯 可以在後方繼續做進攻 卡莎女王之路往前 但是微風表演的位置也很差 最後Maple這個大決直接炸死了RD 現在閃掉了五四個人的集合 但是後方K又被盯上了 變成一個4打1的局面 來看看K有沒有辦法來逃脫 或者是想來反殺 看到Maple沒有魔力 但是這個時空攔截 再加上KP個衝刺還是沒有死 Crosser這邊還要再繼續嗎 哇 這個是在窄口裡面穿來穿去的啊 對 這邊Logic Sniper剛剛想的賭注 就是說我們已經抓到有煩 那雖然我們上路沒有TP Stake會先到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抓這個4打4打一波看看啊 不過這邊很可惜 我覺得是被Maple的操作給有點拉過去了 等於是送掉了一個RD而已 哇 剛剛一堆過牆又回來 過牆又回來 對 這好難撥啊 這就Retal Please不要再機動性角色了 可以嗎 這樣 喔 這個播報品質很難 那就多出一點像特朗德這種只會走路 你知道嗎 喔 我們來看一下剛剛的replay喔 Breeze一開始先拆掉了對方的防禦塔之後 Crosser利用巨風急行趕過來 Breeze一欲武聲特攻過來 Crosser就把他頂起來 那後面等於是一個拉打型的會戰 這個 哇 陸出巨風非常關鍵喔 Stake是交了閃線直接過來想強打RD 不過Breeze在後方的輸出位置很完美 完全沒有被限制住 交了閃線可以繼續做拉打 後面RD應該是死定喔 這個就直接被Maple的技師開始給炸死了 對 真是有點可惜喔 這個4打4還是沒有辦法取得優勢 但是是成功讓Logic Sniper 磨掉了閃電郎的中塔 打到了遊戲時間24分鐘 兩邊經濟差距還是只有2000塊錢 跟一開始的落後是一模一樣 對 這邊 但是 我覺得 好遠的地道 但是 那個 微風是 不是 Latt是直接回到了自己的塔下 這樣子的陣型而言的話 等於是說閃電郎的角色在陷路上 避一個被壓制 Latt的被壓制 往前跑在Maple的身上 Maple的向位轉移 哇 微風的 一個暴擊師打出來 一個暴擊師打出來 最後一個火箭紅大 Maple大絕回去 想來帶Breeze 最後一個反身的攻擊 直接帶走了Maple的生命 只是變成一個Crosser的撤退戰 Latt的下一個 這個應該是沒辦法 直接抓到了 不然就直接閃綁 直接選擇用閃綁 黑燈套在身上 Crosser又被緩住 又被一個颶風呼嚇給吹了起來 Crosser被留在很後面的位置 上路的部分是單殺掉的 約利亞普攻Breeze 在這個殘疾的情況下 Crosser想來反殺她 但是沒有辦法 最後一個反身的普攻 是帶走了Crosser的生命 上路的單挑 是Stake跟K 兩個也是拿刀的女人在那邊互躲 女人的戰爭 女人的戰爭很痛 哇 這個暴風斬傷害超高 最後一下Q 普攻是直接帶走了 哇 這樣子的話 閃電牆感覺 又吃了很大的虧喔 而且經濟原本落後了2000 現在是領先的500 又因為一座防禦塔 所以現在是一個1000多塊錢的領先 對 閃電牆這邊完全沒有意識到 有可能會做出這樣的配線喔 Logic Cyber 真的有可能一次拿下兩座內塔欸 好帥喔 一波團戰 然後我上面單殺 然後又拿兩座防禦塔 喔 真的這裡是比較有趣的 他是出水銀頭 世代而不是出魔鍋 這邊的話應該就是 如果Maple直接用一個AOE的定場的話 他還是有機會把所有的人都往外追喔 這個也是我們之前看過 就是Mata開始帶起這樣的風氣來喔 對 在Breeze初登板的表現 跟Primer兩個初登板的表現 其實都相當不錯喔 兩個都是有很高的技術操作層面在的 那小龍已經重生了 閃電狼是 率先 對這條小龍做一些 也是很快速的可以把小龍打下來 沒有問題 第三條小龍的陷落 哇 這邊Karsa打到一半 是選擇回家換鞋子囉 因為剛剛被雷紋摺一摺發現 欸 有點痛欸 這場你要 你要認真玩喔 不能出這個減CD鞋啊 對 現在等於現在 呃 這個整體的 我們講 強勢期 現在雷紋的裝備 黑切拿到手了 然後九頭蛇拿到手了 那護騎也是兩件大裝 而且是 耳羽加上 三項之力 再加一個B的大技 他現在傷害真的很高 對 雷紋其實 我覺得他在中路的時候沒有很強 但是他 從中路解放之後 他變成一隻可以分推的角色的時候 會給對方的壓力非常的大 特別是 現在有九頭蛇這樣子的裝備喔 他推線速度非常亮的快 因為你要擺誰去防守這隻雷紋呢 你要擺伊瑞莉亞嗎 有點難的 剛剛被單殺 你要擺艾克嗎 那你的隊友怎麼辦 伊瑞莉亞在正常發育的話 其實是頂得住雷紋的 但是Stake就是 他的 沒有拿到的人投訴 然後再加上 他上路比較常被鑄的原因 所以他經驗其實是有落後的 這一盤LET的成長 還不錯 已經拿到了兩件大裝 而且下一個 魔防裝備也是要買出來了喔 這看來我的精神談話 是有取得一些效果 欸 你是一個完美的個體啊 呵呵 我覺得你很適合開這種課程 克萊門的精神小教師 可以可以可以 以後就出一個單元 在比賽前就讓你去 幫這些選手 信心喊話一下 信心 哇 這裡RD也是 蠻挺而走險的 直接拉掉了 那下路的 冒凱已經先recall了 喔 卡莎選擇下來 一個使用攤截 應該可以盯到RD RD被盯住了 再一個定強 RD命賽 但系列同時交出閃線拉開 拿到牆壁上面 Lette即時進場是直接綁上了Stick 不過後方 K的進場也是被對方給勸推了 伊瑟拉即時的步出巨風 把整個戰場給RD是很好 對 卡莎應該是命傷黃絕 這個暴風斬 最後一下普攻伊瑟拉收下這個人頭 Maple的驚人擊散要結束 Lette還在扛 K中到的這個愛影 經過後方RD直接擊散掉了Stick的 伊瑞莉亞Breeze 利用女武神特攻往前 利用火箭轟擊 直接轟出了Soul Arthur的閃線 這裡Kramer的輸出位置要抓得非常好 因為他很容易被雷文這樣甩一甩 甩到就直接抓掉 然後我覺得另外一個要強調是 伊瑟拉在這幾次的團戰當中 他催都催的真的是非常的精妙 剛剛看到在艾口上面 幫隊友爭取了很多的輸出空間 我回頭做巴龍 這個拖俠的Maple是有看到這個因果 這個W很有可能會抓一堆人喔 只有緩速的效果 再丟一個重速的進去 這個巴龍的陷落速度還行 但是閃將的似乎是沒有想要放棄 Maple直接進場 RD穩定的拿到這條巴龍之後 再利用一個Maple的大絕 即時開始回到安全的位置逃生 Kramer最後一下的這個電刀暴擊 暴死了以色啦 Kramer可以收到更多的頭嗎 Soul Arthur看看下一個暗影經過 K被狂住了 Kramer往前一個滾一個暴擊 可以再利用自己兩下的甩刀再加護盾 逃脫神田 這邊還不一定逃得掉 後面的追兵還是繼續再跟喔 Karsa這裡已經被小數鏡換掉了 所以最後還是選擇一個拉掉 那Sniper這一局很有機會喔 就是以現在的節奏來說 領先的4000塊錢加一條巴龍 而且在兩個Carry Way的成長都還不錯的情況下面 Sniper感覺上這一盤還行還不錯 還行還行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Maple最後要進來收 但是巴龍還是被RD給中掉 哇這邊很可惜喔 Maple好險有在最後一秒用大絕來這個逃生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K的大絕 Kramer這個閃現的普攻 這個閃很閃 那後面Soul Art一個暗影經過 把K給定住了之後 Kramer再一次的進場 這個暴擊有點可惜 沒辦法收掉他 對RD剛剛這幾波算是打得很漂亮 該做的事情都有成功的做到 那下路變成是閃電郎的兩個人分推 Karsa在這邊想要做支援 藍BUFF現在轉移到了Breeze手中 因為畢竟雷溫是不需要藍的 對那這邊就要看一下閃電郎該怎麼打 因為他們現在其實出一點劣勢 而且最大的問題是說沒有人可以來頂K這一條線 這裡他到底要怎麼樣的去處理呢 通常以閃電郎的個性原因的話 感覺是要5個人先抓掉4個人的這一塊 對雷溫這個點上他的第三件耳語買出來之後 他接著要接的是GA 一個大家很久沒看到的防禦裝備 因為現在坦克聯盟當道 大家都是出一堆血裝 不太會有人來出GA喔 對你通常是只有這種鬥士角才會去 比較考慮去出GA喔 那這邊珍娜的話我們還看到他這個上來 極刻的號角 對是增加了這個普攻的攻擊力 然後也讓每一位選手都有額外的吸血喔 這個對雷溫跟酷姐的人都算是很好的裝備 這個裝備挺貴的阿 可是 以色拉先出的這個裝備是 就像剛剛看他們所說的 就是為了幫助雷溫的 K的雷溫跟 Fleece的微風飄逸的這個 飛機 增加一些續戰跟這個額外的一些傷害 這邊Sniper他雖然是有poke的能力 可是他魔塔其實並不強 畢竟酷姐的普攻距離是有一點短的 那可能這裡就是要靠這個巴龍加持的炮車 看有沒有辦法點掉這座塔 對 現在是 來到了Sniper's的一個poke局 雖然他們拿了並不標準的poke震 對 這裡的話就是要靠 然後 Breece跟 K這 這個 3秒後才會重生 但Sniper's隊員已經開始在這邊集結了 大家被拼了一個問號 這誰cola 喔 就在草上邊看到卡拉莎這個肚子空了 卡拉莎利用一個過強式 但卡拉莎以為他很安全啦 卡拉莎以為安全的同時可以從側邊打到一局 不過開著大絕這個大絕是 感覺剛好是被翻起來 對 翻起來被嚇了一個人力的重擊 那等於K開著這個大絕就浪費掉了 不過也沒有關係 所以 卡拉莎沒有重擊 因此Sniper's可以很穩定的拿下他們對上的第一條小 這種比賽是我最喜歡看的 我很喜歡看那種就是排名很前面的隊伍 然後突然被第八名的隊伍就是打得有點不知所措 那看他們接下來要用什麼樣的戰術 有沒有辦法智商壓制壓回來 還是要再拚操作 哇 你的意思是說你很喜歡看一下AndreDog的比賽 喔 我非常喜歡看AndreDog的比賽 我覺得這種通常是 就是 他的主題性非常的明顯 雷文中路在Sniper's身上真的是大招 這個第一次比賽表現得還不錯 Casa首先發難想來追K 交閃線頂起來 還有Omer後面閃這樣一擁而上 但是已經進入雷斯塔防禦範圍 那個大絕還不錯 不過側邊 Late已經進場看了反正 結果都強保Maple Maple竟然怕不起來 到後面微風跟K的輸出 這沒有人可以牽得住 最後一個即時開始 Maple交了閃線 不過此時Late也是跟進一個非夜隊員 想來做後續的控場 不過也沒有辦法 以色拉往前想來強定 Maple被吹起來之後 被K一波帶走 後面Stake想來切後排 不過也是失敗 可以在對方的後排 是完全的肆虐情況 再往前的一個Q技能 收下了這顆人頭 拿到一個Double kill 殺了四個人 只犧牲掉自己的冒凱而已 這邊閃亮 選這個陣容危險的點 就在這邊 你如果選一個追擊針 然後你沒有贏的話 我還在追 這麼會追 他就算追到Stake 應該是一個E就可以拉掉了 還在追 太...太... 你還都... 沒有沒有沒有 順便清兵線 所以這還算合理的 就是他們要壓中這樣 這不是一個中二流的追法 剛剛那一波真的是 RD一開始的爆破九龍劍攻 雖然一開始K的處理也是非常得當 直接往後拉掉 進入雷射打範圍內 導致閃亮這一波幾次被阻斷了 然後後面LAD 即時的TP 進來做支援 其實也不錯 綁在MAPLE身上 逼著MAPLE開了自己的驚人 讓你陷在一個很危險的位置 最大的問題是我覺得MAPLE 這一次的 因為剛開始自己陷陷太深了 所以沒有辦法打出任何的輸出來 然後我們看到LAD 是彈到最後的光榮倒下 然後這邊進來的話Stake 是要去壓制後排 可是他壓後排沒有用啊 可以這邊前排 就可以把你的人給收掉啊 對 等於是 前排都已經倒的情況 就是也不是前排 就是 Carsa倒了 然後MAPLE倒了 等於是對方可以完全的 把火力集中在Cramer身上 他的攻擊目標變得很明確 閃天狼這裡真的是蠻顯的喔 因為他們選的就是一個 我追你很容易 但是我打團其實 並不是這麼強勢的一個陣容啊 那當他被Logic sniper抓到這種5打5的機會 現在對面有經濟優勢的話 是一面整個碾壓過去 現在的帽凱跟九筒兩個坦度都非常非常的足夠 導致K跟飛機的進場 有著珍娜的保護師 完全不用怕伊瑞莉亞來衝牌 因為現在伊瑞莉亞 因為剛剛的會戰裡面 都沒有收到頭 是一個033的戰機 他衝牌給予的壓力是極端的小 對 而且伊瑞莉亞這種 他只能衝一個輸出點位的話 他要用到他這個雲最好的方式 就是直接把這個前排的K 給一次給點掉 那看一下閃天狼 下一次團戰有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 那現在是Sniper 剛剛拿到了這個團戰的勝利 之後選擇來帶領一下兵線 因為巴龍在20秒後就要重生了 這邊感覺Maple跟Stick的工作 在團戰裡面可能要做一點改動了 就是他們要去保Kramer為主 哇 這個伊勢 這個炮彈丟得非常的準 現在是RD領軍在前頭 兩邊都是在整體下兵線 但下路是一個很大波的閃電場小兵 這邊我們看到K已經肥到有點出油了 他的裝備現在是直接上了這個光暴躍擊 跟紅眼睛 哇 又沒看到 給這個 Rion please Rito 拜託 因為這根眼睛 老實說紅眼睛插得很深了 但是還是沒有被排除掉 這根眼睛 Maple能進場把Breeze的女武神特攻給B2出來 後方是Led直接搶綁在卡塔身上 這個在側邊跟K做單挑 現在K1打2的局面 他雖然有GA不會也是選擇要先離開這場 GA已經被打掉了 後面Maple要來進來 在這一波團戰的話閃電場很有機會 Maple開來自己的驚人 可以自己被 哇 Maple跟K都被定住 Cramer到後方機上的RD 之後一個包包彈下去 Stake還在繼續做進攻Cramer的傷害 是完全的打線出來 打出了一個Double kill 之後Cramer閃線上去繼續追 即便套到那個虛擾 讓Cramer打出一個Triple kill 在這一波 不是這一波 這一邊是一個極端弱勢的閃電狼 在一波霸龍團戰 就達到了一個Triple kill 而且可以直取這條霸龍 對 這邊最大的問題是Loginix Sniper 在打這個團戰的時候 他配的位置錯誤了 可以一個人去 要跟Stake做單打 沒有想到後面有一個Cramer殺出來 他沒有打出太多的傷害來 就直接被壓出團戰來 然後後續這個收頭 其實就變得相對簡單 因為沒有人來壓制Cramer這個位置 但我覺得對Cramer而言 他的任務還沒有達成 以我們LMS的慣例 如果是韓國人剛剛上場了 要拿到Quadra kill 拿Triple還不夠 一定要衝上去 而且你看到這邊Cramer很兇殘 他剛剛是出了一個D337想出鬼刀 我們現在看這波團戰的replay Maple先發展進場 後面的陣型就像剛剛Cramer們講到的 KB被迫是要跟Stake和Cramer一個正面對打 沒有人先出Cramer的情況下面 即便Lad的坦度足夠 Maple在後面收頭還是 後面想要保護自己的carry位還是很難的 對 這邊就可以看到從這個點位之後 就沒有人對Cramer造成壓制 有Bub的情況下要追擊這些人是很容易的 哇 即便套的虛弱還是收下這個Triple kill Cramer的範在這一個裝備的取向上面 完全都是走進攻的這個裝備套路 連斜著附魔都是走這個狂熱附魔 沒錯 這個狂熱的話通常就是 就追擊普攻型的AD會很喜歡用 那你如果只要轉點AD的話 通常比較常出的是這個敏捷的附魔 哇 這風向好亂啊 因為剛剛前面都是Sniper的局 閃亮利用一波巴龍團戰就把整個局面打回來 現在有巴龍的Buff的加持情況下面 Sniper是還蠻難處理這樣的局面的 對 那現在 RD要來了 RD一個肚子閃路進來 不過沒辦法只有撞到Karsa身上 RD沒定住 RD要倒了 最後一下普攻直接被一個暴擊暴死 後面的大絕 想來做控場Net開始了自己的反之漩渦 想來強控 Sniper閃現的大絕是直接被Cucci給暴死 後面Cucci被定住 一個陰落王子直接把Cucci給吸死 Cramer在這邊是打出了一個很好的戰績 終止擊殺到那個Shut down 後面Maple再度進場想來收K K身上是沒有GA的 這裡應該是閃電狼選擇要放棄來回頭拿這個高地塔 這一波最近真的非常漂亮 而且我覺得Maple這裡他的 這個Zoning的能力真的太強了 一波倒了嗎 看看K有沒有辦法來Carry起全隊 那感覺是沒有辦法了 這個魚沒有暈到 這個魚沒有暈到 但是Maple是直接搭配著Cramer的傷害 帶走了K 側邊也是拿下一個Double Kill 兩個防禦塔都已經被打爆 情況下閃亮D 用一波霸王團戰直接把局面翻過來 而且直接帶走這盤遊戲 我覺得這場看起來的話 閃電狼前面是有一點掉以輕心啊 有點逗啦 對 包括Karsa這個點啊 可能剛開始是覺得 好像沒有很難啊 我就出個這個CD切啊 這樣子去打 那中期的時候 其實被大廚一波很大的優勢 我覺得Sniper 這一場打得還蠻好的 老實說打得真的不錯 尤其是在 雖然K前面有被對方給擊殺到一次 後面的收頭整體來說